大家好,我是Dadei 回家打掉给伊朗的妈妈说 我想好了,你安排的那婚姻 我答应,哦,那人就是艾玛 艾玛一人来到德国 这里的人比较开放 没穿头巾都不会怎样 艾玛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拖头巾 很快的和萨拉相聚 萨拉把她带回去住所 里面没什么家具 但是现在有了老婆啊 她订购几件家具 好让艾玛住得舒舒服服 第一晚没干什么 真的是扫兴啊 萨拉知道艾玛不会讲德语 所以就特地带她去报名学德语 哇,原来艾玛有抽烟的习惯 萨拉只好一起和她抽 他们来到IKEA买沙发 看到同事女 还有她的老公经法男 萨拉做介绍 可惜她很害羞 不敢讲艾玛是老婆 艾玛大胆的说出口 他们吓到了 想不到这年代还有盲婚啊 这天晚上 萨拉 她想要了 可惜艾玛不要把她推开 萨拉道歉 以为她很期待 还是睡觉吧 隔天萨拉给了一些零用钱给艾玛 买些日常用品 艾玛买完 经过游泳体育馆 她真的很想游泳啊 她买了泳装 但是这泳装太老土了 哇,她敢敢穿了 Bikini去游啊 真的是Steady Bum BB 萨拉回来 就问她那是什么怪物啊 艾玛说 这是她在那里那里捡的 这是很可爱的猫咪 但是萨拉最讨厌就是猫咪 艾玛不管 就是要收养猫咪 晚上猫咪犹一怕案 所以一直发出声音 吵到了萨拉 艾玛叫她别生气 她会搞定的 艾玛想试看去Disco 晚上时就偷偷溜去Disco 跳舞 她还叫了几杯Vodka来喝啊 萨拉回来了 问她去了哪里 她说去Disco啊 萨拉发飙去开Music 你要跳舞是吗 来啊,和我跳啊 跳啊 你发什么神经 萨拉知道错了 她立刻向艾玛道歉 隔天他们一起去游泳 萨拉还带她去应酬 艾玛又跳了起来 这时金法男看了 都觉得别打喊了 萨拉带她去她工作的地方 哇,是医院啊 他们在病房里 搞了一碗 猫咪又来捣乱了 萨拉非常生气 艾玛说 她会整理 别生气 萨拉问 昨天搞的时候 你很熟念 你不是第一次 你还和谁做过 艾玛说 我在伊朗 有和别人做过 但是我迟点再告诉你吧 先睡 艾玛去医院找萨拉 她说 今晚去那里那里 我会把事情告诉你 她出去时 看见金法男 同事女叫金法男 再艾玛回家 金法男带着女儿 回艾玛家睡 而自己就和艾玛聊起来 金法男 她想要了 还好萨拉来到 她想打金法男啊 女儿出来了 萨拉没有下手 艾玛想解释 可惜 萨拉就是不听 隔天 她直接把艾玛给锁在房间里 艾玛怎么叫 都没人开门啊 萨拉下班回来 终于把门给开了 艾玛不想和她多说 她收拾东西离开她 她努力生活 不再依靠萨拉 最后她决定和萨拉离婚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加对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 加到错的人也可以很恐怖的 所以记得要选对的人